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8日 央视新闻直播间 曝光虎牙 斗鱼等直播平台 借免费网课推广网游等问题 引发社会关注 报道指出 在虎牙直播APP中 要进行网络学习 首先要浏览游戏 交友等信息 而在免费网课板块中 也存在大量游戏广告 6月8日晚 虎牙直播官方微博回应称 对于央视报道中提及的 未成年人消费投诉 虎牙称在核实情况后已退款 目前退款已经完成 在线商教育方面 平台已进行紧急修改 目前教育板块的网游广告已下线